长久以来华人受风俗传说影响 民众对于农历七月总是感觉心中有所禁忌 汉民族在中元节祭祀祖先是对祖先感恩的表现 而佛教的于兰彭杰也是孝顺的表征 因此现代佛教徒也习惯称农历七月为教孝月 因此台东日光寺在日前下午由法师引领五百多位护法 以及信徒举行了中元孝亲报恩于兰彭法会 今天是佛光山日光寺一年一度的于兰彭孝亲报恩法会 这一次的法会由我们所有的护法信徒来参与 也一并做共生道粮的功德回向 今天有五百多位的护法信徒一起在日光寺做修辞 来回向给他的先元考比中亲以及他个人的累结冤亲债主 法借一切众生希望所有的众亡灵都能够得度 也能够保持 那今天日光寺一年一度举办的这一场法会 是期望接引大众一起学习报答清恩 用佛法的智慧圆满解脱众生苦难的慈悲心愿 也希望大家用佛法的慈悲智慧将心念转为正念 透过清净环保的心念以及共修的仪式来利益祖先以及众生 以上新闻东台宣众部温格在台东市的采访报道